小朋友下課時間開心轉圈 看起來無憂無慮 不過一進到教室 看到的近視簡陋木造桌椅 擁擠的環境 學生甚至必須共用一本教材 教學品質惡劣 這是馬達加斯加學童 每天必須面臨的挑戰 我很憤怒 因為學生已經開始了 而且我還沒有什麼需要 我還沒有練習書 或是一本教材 或是一本教材 朱利耶只是當地多數學生的縮影 貧窮造成約90萬學童 無法正常受教育 歐盟每年資助2億7500萬歐元 教育通常是基本援助項目 主要用來支付教室薪水 不過目前還是無法根本解決主要問題 我最期望的新總統 是他會增加牛肉價錢 它一直增加 每天天的商業都在抗爭 我沒有做什麼 而且孩子必須吃飯和學習 家境清寒 擔心影響孩子受教權 這樣的情況相當普遍 當地2千4百萬人口中 有超過90%日薪不到2美元 加上政局動盪 總統大選11月首輪投票 競爭激烈結果難產 政治口水戰造成社會氣氛不安 剛結束的第二輪投票 當局預估最快下週結果才會出爐 選民迫切期望 選後有望改善現階段經濟的維靡不振 大愛新聞 陽晴編譯 接近20分 諷ツ 狼 發生 鬥